方議縣理賠倒數指揮中心宣布 未來輕症面通報面隔離 拆險公會理賠小組 隨後宣布3月20號起 輕症確診保險公司可以不理賠 只有住院死亡符合重症條件者 才能申請 得人未來僅有0.5%的理賠機會 不能說因為什麼輕症 是現在法規到幾月 那要不然我們買這保險 有什麼保障 我覺得應該是要跟他 原始投保的時候的條約 符合的 不能因為自己的政策 損失消費者的利益吧 民眾全炸鍋怒轟 根本是在幫產險業者解透 網友更痛批政府的好朋友 就是財團 保險業者要歡呼慶祝了 輕症不算病喔 那怎麼不敢宣布疫情結束 裁撤這個多於衷心 根據金管會統計 防疫保單產賠的 包含富邦產險23.39億 國台產險賠66.6億 預估3月20號前 全台受險公司虧損空搭3000億元 富士達保金董事長 料玄茂指出防疫保單將會沉疾一段時間 未來防疫保單設計 是保額更低 收費水準卻往上墊高 保險公司 燦營公司 超乎他們的預估 預估了啦 所以對他們來講是覺得是一大損失 所以在於這樣子的 之後相關性的一些保單的設計 應該是不會有再有了 20號起防疫險理賠條件 需符合確診後 併發肺炎 需氧氣治療 或確診引發其他相關病發症住院 精神帶床或死亡 輕症不理賠 民眾看得到領不到 防疫保單權益 大受影響 記者 王正恩 陳嘉倫 台北 採訪到了 大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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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受影響